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天后十分明显 而7天后则毛色比对照组量很多 显然的 金子中含有一种很强大的营养物质 珍惜生物小分子 我们以前将之称作体能素 因为该物质和人的体能关系密切 一旦大量消耗就会使人十分疲劳 而在性交时 男人通过性兴奋将它大量转移给金子排出 就会异常疲劳 所以说男子一旦纵欲就非常危险了 今天小关就来聊一聊关于禁欲的养生之道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 中医说纵欲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今夜中含有蛋白质 核酸和氨水等 这些都是人体能大量摄入 大量合成的物质 过度纵欲甚至会脱氧而死 就算没有这么严重 也会导致阳尾 腰酸背痛 性中风 及民间所说的上马风 会严重影响到生活和工作 不过这样的形容对金子的珍贵还远远不够 众所周知 烟机要比公鸡羽毛亮得多 这是因为烟机没有性能力 不会将金子素转移或排掉 金子素的积累比常常交配的公鸡要多得多 从而有更多的资源装饰羽毛 显得更加亮丽 因此金子对人的寿命有着深刻的影响 我们的性行为必须有一定的限制 而守银与性行为是不同的 对于守银者来说 您一定知道守银意味着什么 当某人守银时 便是违背自然的行为 在金叶被射出后 会有一种蠕动感 这是每一个男人都知道的 当守银时 冷空气随着蠕动会被吸收 从而刺进身体通过神经冲击大脑 因此会影响到大脑的神经系统 这样的刺激性行为 如果不受节制 会严重影响脑部神经系统 所以武术男人因为可恶的守银恶习 而变得神经衰弱 说到这里 有人就有想法了 那如果不辅助行动 只是天天想想 应该不会耗精吧 其实对于这点 中医认为 即便想想 对身体的损害也是一样大的 中医名著《景阅全书》中说 心为君火 肾为向火 心有所动 肾必应之 因人的精散在三胶脂心肺脾胃肺肝肾 大小肠 膀胀 一言则精气外泄 长此以往也会肾虚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些没结婚 或没有性生活的年轻人也肾虚的原因 还有明代宝杨子曾说 大凡见美色而起贪爱 便使身体奔重于声色之中 叫做外感之欲 深夜睡在床上 念念想得到美女的陪伴 因此淫欲之念 如火焚心 叫做内心之欲 凡贪爱与美色 身心二欲就缠绵不断 醉事损精生气 因而容易感染疾病 如果能远离色欲 那么精气不露泄 肾水自然滋生 并可上焦于心 不思美色心中常清朗 即能使心火不上炎 而可以下焦于肾 水火能调剂 身心的一切疾病即可消灭 这就叫善调身心 不用药而可是疾病豁然痊愈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想都不要去想 实际上 如果一个男人身体好 精足是不会互想这些事的 如果有人满脑子都是这些画面 那中医上来说 也是精虚的表现 正所谓精满不思淫 说的就是充足的精气 就可以驱逐心欲 其实很多人中欲的原因 就是为了享受快感 那么在访式中得到的巨大快乐 是从哪里来的呢 当然是消耗自己了 一种物 要想不被自然淘汰 必然要繁衍优良的后代 那么为了使自己的后代更优秀 雄性提供的 必然是身体里最好的东西 因此性交对于雄性来说是 泄是牺牲自己 所以精子必须是身体的精华 你泄了精华就没了 身体就空了 也就是讲乱来是要伤身的 如果年轻的时候就纵意过度 到了年纪大了身体就空了 因此性这个东西 是用来繁衍后代的 但如果没有快感 谁还会繁衍后代呢 所以说新高潮产生的快感 只是一种假象的诱惑罢了 古话说 人肾如灯心 肾是先天之本 主藏精 那么精就是灯油了 这时有人要问了 保住的这些灯油 对我们有什么直接的益处呢 打个比方来说 如果一盏灯 灯油充足 它燃烧的时间会很长 也很亮 人也是这样 如果肾气保存的很好 不光长寿 且一直都会很精神 古人对刚过20岁的男子 称为若冠 意思就是 还没有到32岁 就没有到筋骨蜂龙胜食 肌肉丰满健壮的状态 没有到脾胃运化功能 达到顶峰的时候 若冠期间 不要过早的消耗自己 若冠期间培养自己的心性 培养自己承担义务的能力和心态 是最重要的 古人对于若冠期间的男人 虽然行了惯例 但还是提倡32娶 因为到了30岁 身体相对盛壮 心理和生理都已经成熟 此时娶妻生子比较适宜 用寿康保健中周思敏的话 来总结一下纵欲的危害 即色 少年第一关 此关打不过 任他高材绝学 都无受用 盖万事以身为本 血肉之躯 所以能常有者 约经约气约血 血为阴 气为阳 阴阳之凝结者为精 精和乎骨髓 上通髓海 下贯为驴 人身之至宝也 故天一之水不洁 则耳目聪明 肢体强健 故水之润物 而百物皆欲 又如油之氧灯 油不洁 则灯不灭 故先如以心肾相交 为祭祭 盖心 均火也 火性上炎 常呈未定之血气 之为隐私 均火一动 则干肾之相互接动 肾水遭朔 血于外 而节于内意 男子十六而精通 古者必三十而后取 盖以 肩起筋骨 宝起元气 且气血烧定 亦不置如少年 之字号也 近世子弟 魂气过早 筋骨未肩 元神耗散 畏曲而先拔其本根 季婚而亦罚其蒙孽 不数年而精血消亡 奄奄不振 虽具人行 玄灯鬼路 所以说 凡事莫过 有所得 就必有所失 为了您的身体和生命着想 就要找到控制性欲的方法 相传武林太斗 万赖生 一生耳不聋 眼不花 两眼炯炯有神 真气逼人 特别是练起自然拳和太极拳来 更是别具一格 万老身体如此康健 除他得益于他的拳术外 还有少林童子宫 此法可顾筋顾气 回筋补脑 功效之大 比吃多少人身燕窝还强 还可以控制性欲 治疗中气不足 身体衰弱等等症候 万老曾就童子宫 发表过两篇短文 万老指出 童子宫是没人为了通俗自编的 实则名为炼精化气 这气子 即代表无形的气 经在人身 犹如汽油之在汽车内 为人身发动之本 为了保本 就要多炼子宫 其炼法也很简单 取地侧身而握 以左右食指塞两耳孔 以不透气维度 闭目闭口清何齿 用鼻呼吸 吸气时不要管它 有鼻呼气时 想象从肺部流到了两脚板 如此二三次即可 然后仍是自然呼吸 练至很舒适 三四分钟 绝口内生筋 此时咽下 如此 急经充盈 身体自荐 睡前 起前 均可席之 中午 骨叶将起 亦可席之 练习中 不要故意呼吸骨气 一练就半小时 反而练坏了 要注意保持放松 任其自然 一次练十分钟就可以了 未成婚的学生 青年可在阳局实练 练至氧气安顿便可制 慢慢松指放手 停一会儿 或起或卧 由家世之人 仿世后练一次 即可及时复原 古人云 顺者烦 逆者先 顺者纵欲者 好伤人生之经历 无意常受 逆者常人之之不多 人的性生活 要有所节制 若防御控制不住 可照上 练少林童子功法 就迎刃而解 逆者有利于身心健康 能练经化气 将元经化为元气 而回经补脑 故此功 不仅可以强身健体 天年益寿 而且还可以 一致已经早泄和控制 生理冲动 看到这里 官友们就应该能明白 不过分消耗自身 其实就是在给自己 增加寿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小关的话 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一期节目 再见